韩医生好 您好 欢迎您 各位嘉宾好 刚才我们四位嘉宾谈到的情况 可能您那儿都有遇到过 是 这个病的话 确实发病率这几年也是逐渐升高的 而且如果不及时诊治的话 它是治残率也比较高 所以如果我们能早点到医院 早点急救 那还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诊治晚了 那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遗憾 所以我们有一段短片动画 咱们来了解一下 它为什么会一旦发病 会造成那么可怕的结果 我们请马医生也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在日常生活中脑促中 大家可能都听过 那么通常来说 我们脑促中的话分为两种 那么一种是脑穴管 发生了一个阻砂之后 那么脑细胞缺血 引起的叫缺血性的脑组中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管 它本身发生了周样硬化 形成血栓之后 血栓脱落 堵到了相应的血管 就会发生脑细胞的缺血 而发生死亡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叫 脑洞脉瘤破裂 发生了触悦性脑组中 那么这两个疾病不太一样 但是它都是危及我们的生命 也都会引起我们脑功能的 严重的一个障碍 就是这个病是有两种 两种 发病方式 是吗 对 表现都差不多 那么通常在我们中国人种 或者亚洲人种里面 确切性能会占到 大概70%左右 这个是不是就大家平时说的脑梗 对 脑梗 就堵了 是堵了吗 对 就是堵了 所以刚才我们医生 讲到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一定要及时地 给予它一个救治 对 你所谓的这个时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通常如果说是发病开始 到我们真正到医院就诊 有效治疗 应该在三小时之内 黄金期 对 黄金三小时 三个小时 对 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应该第一时间干什么呢 看表 看表 开始入食 那你得先 赶紧打120 你看看 你一说的对 对 先打120 家里一旦万一出现这种情况 打120也不能太慌 你要说清楚 它现在是什么情况 然后我家在哪 从哪进来 哪个标志 要能够让救护车 在最短的时间找到你 然后你还甚至有可能 比如说没那么严重 可能还得比如说 把楼道门先打开 就是把门打开 这些工作是要做的 这叫会打120电话 打120电话